爱爱玩都会感染到肾脏 我们前后都有洗澡戴保险套 座后也有喷抗菌喷雾 怎么做才能减少感染 他会用手帮我 是不是是不能摸身体再回去帮我吗 这边希望大家可以听清楚 然后问这个问题的人也可以听清楚 第一个手本来就是很容易传播戏剧 跟病毒的一个途径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你都在请洗手请洗手 所以尤其是在洗肾病人 在就是你已经有慢性疾病之下 那免疫力比较不好的时候 就更容易感染 那你一定要在做爱之前 更确实的死守 那你就去上网查那个内外夹工大力网 还记得吗 就是洗手要洗到唱完两次 生日快乐歌 就是那个周期你至少要20秒 就是洗就是内外夹工这样子 然后到后面 总共最好是20到30秒 才是一个完整的洗手 而且洗手不是只有用水洗 在研究里面哦 用水加肥皂 是最好的 把手上的病毒跟细菌 弄掉的方式 是水加肥皂 请加上肥皂好吗 肥皂不是叫你们这样摸一下 然后冲水就这样 没有 你要弄到整个起泡 然后最好手腕上10公分 就是这样都要起泡 然后指甲里面 最好指甲剪短 因为指甲里面是会常污纳垢的 你就是用这种方式 洗到里面的那个细菌 都跑出来 或是病毒也跑出来 所以记得坐在之前用肥皂洗手 至少20到30秒 然后呢 如果因为有些洗肾 大部分比较洗肾 比较严重的人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尿尿了 那小部分 如果还有尿的话 一定不管你是不是洗肾 其实做完爱就是要尿尿 这个是我之前一直 跟大家强调 这个是可以预防 呃 泌尿道感染的 那另外一个呢 听好 找出 不是说这样你不要做爱 这个不是好方法 找出 感染的原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可以先从 假设你这一次 感染治疗好了 那感染是你看医师 那医师给你的疗程 吃完药治疗好之后 你重新要跟你的伴侣 开始做爱的时候 请你从最简单的姿势开始 比如说传教式式 就是男上女下 一开始就先 一开始就先用传教式 就只要阴京碰触阴道 这样就好了 那假设这样子进行了五次 诶 发现这样子的方式 比较没有像你之前那样感染情形发生 那么再加入你们的手啊 或者是嘴啊 或者是什么的 你要一次一次的加入 一样东西 你才知道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方式 让你这么容易感染 听得懂吗 那不管怎么样 还是记得要戴保险套 就是先用传统知识 用越简单的知识越好 这个时候要找出感染源的话 可能就必须先不要 也不能说不要有前戏 就是前戏就用别的方式 尽量不要用阴京碰触阴道 或手碰触阴道的方式 这样子 然后找出原因之后 假设有可能你们 这五次用传统的 诶 OK耶 然后五次就是从后面来 诶 OK耶 那发再 再来 再来是 加上手发现 诶 感染了 那可能就真的是手没有洗干净 这样可以听得懂吗 所以 不用静止 但是清洁必须要严格进行 你真的要用发泡的 起泡的肥皂洗手 20到30秒 手是很容易传染病菌病毒的 一个途径 手 所以洗 洗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一步传统的肥皂洗手 好